欢迎回来带您看到现在在网路上流传这么一段行车记录器的画面 当中有两名男子和后方的车辆是发生了行车纠纷 没有想到这两名男子当街蓝车居然使出了少林功夫 又是大力金刚腿又是轻功水上飘 宛如是武侠片的情节在街头上演 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不过呢网友也直呼 这两个人简直是另无其才 画面上一名男子下车后对着后方的黑色汽车大声叫嚣 还直接打开了车门 接着又有一名男子下车试图开车门不成 就排打车窗指责车子大骂 我就在这名背着黑色包包的男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呛的驾驶突然踩油门往前 接着宛如武侠片的情节发生了 男子先是一个后空班 再驶展出大力金刚腿锋力一踢 而另外名条男子则是不用吊钢丝 就使出轻功水上飘 再看一次这街头难得一见的少林功夫 不但对象车到汽车下的放慢车速 路过了摩托车也忍不住绕回来再看一次 不过最后这两名男子仿佛内功用尽 只能追着车子直到连车尾灯都看不见 行车纠纷被波上网一起热烈回响 也让网友直呼 这两个人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猎物精彩 打得不舒服